冰霸档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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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霸档 时光匆匆没想到一下子又到到了要去蜜罗浆丢肉粽的时候 粽有分包粽跟梅粽 梅粽就是你的命 包粽要等到端午节才会包 咸的叫肉粽 甜的叫碱粽 碱粽我看是不太可能你每天一直吃 碱粽又称甜粽 薯甜点类以糯米和碱细包制成品为黄色有弹性 口感有弹性 食用时通常淋上糖浆斑的酱汁或直接沾白砂糖或黑糖 也有包红豆沙内馅等口味多样 哈喽大家好我是可可酒精 大家好我是可可酒精啦 哈喽大家好我是可可酒精 没有大冬夜 因为大冬夜现在要准备考试 所以他现在会比较忙碌一点 有时候读完书回家就很累了 会直接 咳 对所以因为他读书重要嘛 所以他现在书出现在影片的几率会比较低一点点 好那现在到了5月 大家知道5月就会想到什么了吗 没错就是减重 哼哼哼哼哼哼 哦不是这个减肥的减重啊 就是当 减重 减重另外一个名称又可以说是甜粽啊冰粽啊 总而言之星巴克出粽子了 那这冰粽听说星巴克过去都一直会有 那每次出的口味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这叫星冰粽啦 哦看它有包装哦 里面就是小小的粽子 好可爱哦 你看很多这些包装 价格就多好多优 好然后有四种口味 所以我觉得它保冷袋其实还蛮细致你看 它保冷袋里面 这质感还不错 因为价格不便宜 可是因为我觉得星巴克出粽子 我就觉得 很有趣想说吃来分享给大家 呃有抹茶红豆 磨卡煎火 然后 紫薯地瓜 跟 芋泥奶黄 从芋泥奶黄好了 不知道味道会如何 看好小哦 那萌萌的感觉 看 焦小焦小的 可爱 还是有用这个叶子包的很完整 这是一个很perfect的三角形 哦哦哦哦 然后它是一个透明 很像鼻涕的样子 哈哈哈哈 说鼻涕 那个星巴克不要挤我啊 然后看透明的 断断断 然后是扎实 摸起来没有很Q 比较扎实的感觉 我们来吃吃看 还可以按到里面黄黄的哦 就是那奶黄 它外面啊 很Q很Q 嗯 真的是很Q很Q的那种Q QQ 看 紫色的一半 黄色的一半 我记得这小小鱼可要65块 它价格真的很高 可是 我觉得这好好吃哦 我真的觉得它好吃哦 我会给它80分耶 因为我会想念它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很好吃耶 它有符合我个人的偏好 我喜欢那种厚皮 然后里面的甜线又不会过甜 就是甜咸甜咸 不会过度的甜腻或油腻 很清爽而且凉凉的 我觉得 100分的话我给80分 可是价格真的很贵 然后下一口我们来吃 紫薯地瓜 欸紫薯地瓜里面不一样耶 它是红色的 看 它是红色的 就是深红色 它的皮其实比刚刚 这个透明的还要甜一点点 可是那个甜不会让人讨厌 就是它那个甜 比较像是地瓜的香甜出来 然后它里面的料一样是 一半地瓜一半紫薯 你看各一半 它刚刚那个芋泥的 比较扎实 因为你来吃它的料的时候比较扎实 然后这个算是比较软 紫薯跟地瓜就是比较软嘛 你知道吗 软 最适合我这种价值不好的人 我觉得这也好吃 比较偏甜 然后地瓜味道很足够 我会给它 78分 抹茶红豆 妹妹最喜欢的抹茶红豆 欸这有红豆了 因为大多的减重都是包红豆馅 我猜它的皮是绿色 我们来看是不是绿色 哦真的是绿色 然后它的那种绿色又有点呈现透明感 会让里面的料若银若现 抹茶的馅料包红豆一颗一颗 不是红豆泥 是红豆一颗一颗的 来各位请看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旁边一颗红豆 我们来吃吃看 身为一个不喜欢吃抹茶的人 对我妹很爱吃抹茶 可是我偏偏没那么喜欢 我觉得这个好吃欸 它的抹茶没有苦味 我最怕的就是抹茶的苦味 那它会有一种茶香 对那红豆也不会太甜 一些抹茶的甜点 为了要干掉它原本苦味 就会加很多糖 可是我觉得这不会 所以我会打75分 摩卡堅果新冰粽 这个算是最适合星巴克在卖的吧 摩卡 有终于跟咖啡有关系了 我们来看 我猜是咖啡色 哇 哇好黑哦 你们看 那这个的红色 诶这就有差了 这算是深咖啡 然后这算是红咖啡 纸红跟咖啡啊 我给你们敬看 看得出来吗 呵呵呵呵呵 我们来吃看 哦 好苦哦 它一开始是苦的 可是它后面会有咖啡的香甜出来耶 好吃啊 一点点坚果那种颗粒的感觉 虽然不是很大很明显 没有像金莎那么大 就是金莎里面的颗粒不是 很明显吗 它口感没那么明显 可是我觉得它的咖啡香很赞耶 我觉得这个我也会给 75 76 因为其实我还蛮爱喝咖啡的 我会给76 我觉得第一名就是透明这个 我最喜欢的就是玉泥蛋黄 玉泥蛋黄后 我觉得咖啡跟这个 咖啡这 咖啡跟地瓜这个有的比 爱抹茶的人可以试 而且不会苦 我觉得基本上 它这次 琴巴克的粽子 这些冰粽 除了价格 我真的觉得它价格有点高啦 可是现在物价一直上涨 所有食物都很贵 以前鸡蛋黄一份才10块20块 现在一份要56 15耶 好吧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 它的价格比较高 可是吃起来我觉得是OK的 如果你想要吃不错的冰粽 可以试试看 它的皮啊Q彈啊 跟整个馅的搭配我觉得OK非常棒 超乎我的预期之外 好啦 那么影片就到这边啦 希望你喜欢这支影片的喜欢 记得大家要 我喜欢 那也要记得订阅 可恿姐姐的YouTube频道 然后希望未来我可以试吃各种不同的东西 然后分享给大家 Facebook卡搜寻可恶姐姐 请各位个赞 那我们我们下次见 掰掰 酒用马肉 小姐小姐你在做什么 偷吃你的粽子 好吃吗 好吃 真的吗 嗯 可是为什么你不陪我录影 竟然偷吃我的粽子 因为我刚刚在吹胶啊 可恶 噢 好啦好啦 你有什么要跟大家讲的吗 我代替你说 没有 因为我在吃粽子 我是爱吃粽子的大豆 耶 滚开啊大家 嘿嘿嘿嘿嘿 嗨 大家 现在我要来一个 小教学 首先 假如你有一件宽松的衣服 像这样子 有没有宽松 没腰身 这个时候呢 这种没腰身 直直的衣服 有没有 这种直直的衣服 对 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衣服 我们就随便抓一把 然后往裤子里面塞 那裤子最好是搭配高腰裤 因为这样子 高腰裤的扣子 露出来 随便这样塞 把一个pose 没有错 这时候妈妈过来就会说 安宝你裤子怎么没穿好 不是是衣服怎么没穿好 好啦 只是妈妈已经会说 为什么你衣服不穿好